對,婦女應該都有自己的理想型 有些人喜歡女王公 欸,女王公是甚麼? 女王獸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們的輔社長Niki 那又到了呢,與你看丹美的單元了 那我們今天呢,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到 就是我們即將要在台灣上映的 BL台劇無邪的導演 也就是謝宇竹導演來跟我們專訪一下 那我們就歡迎我們的謝宇竹導演謝導 大家好,我是謝宇竹,然後是這部無邪劇的導演 喔,好,那我覺得第一次看到導演的人呢 大家應該會覺得 非常的年輕對不對 我們剛剛呢,在就是開錄前 已經大概聊了一個多小時了吧 就是整個畫家就是關不起了 而且我其實之前看報導啊 不知道就是觀眾們有沒有看報導 因為其實我看報導就發現 其實這部劇就是無邪呢 它是由導演就是獨立出一部的 我就看了覺得很厲害耶 它是一個非常有勇氣 然後可以下定這個決心 然後去把 應該是會花很多積蓄 然後在這上面 然後想要完成這樣的故事 就是這樣真的拍攝的過程中 有沒有讓你覺得 天啊 我真的很後悔下這個決定 或是說 我覺得天啊,比我想像中的困難好多喔 這樣子的經歷過程有嗎? 真的是比想像中的困難很多 困難 對,一定真的有 因為其實我們當觀眾的時候就是看 其實蠻簡單的 可是當你真的去就是參與其中的話 其實過程是真的還是覺得 還是會覺得很特別啦 就是真的是在做一件 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是你自己喜歡的題材 我覺得那其實這樣子的感覺有點像是 你把這個東西 然後慢慢的把它視覺化 然後呈現出來的那種的視覺效果 它也原本是一個很死的劇本 或是一本小說而已 可是你可能後續可以用這樣子的效果呈現 然後視覺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自己一個成長的經歷過程是 其實還蠻有收穫的 自己的小孩慢慢看到他長大 小孩在做這樣的感覺 有四個小孩 對,真的 應該可以先請我們導演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無邪的一些故事啊 然後還有他是怎麼樣的故事 然後還有無邪的主演CP之間 他們是怎麼樣的人設的 無邪他是主要是在講一個 內心突破自我的過程 跟就是雙重人格 然後又有 偽直男 應該這樣講吧 偽直男嗎 就是 不是有一句話是說 直男在還沒遇到自己喜歡的男生之前 都偽直男生 就是 莫名的就是被扳完了 對對沒錯沒錯 呃基本上 公 就是無真的話 他對於自己會有一個 探註的過程 就是 他可能以為說 呃 我從小到大就是在這個體制下 我 應該就是這樣 成長 他沒有去想過說他其他的可能性 他的人生觀跟價值觀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就是在一個社會框架下 對 所以他沒有去想說 喔我今天如果遇到一個 讓我心動的男生的話 我是怎麼樣的去 跟內心的糾結啊 去跟自己去探索 就是 遇到真正的Mr.Right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會覺得 變了另外一個人 然後他會全心全焉付出 對 他會去想說 喔原來 我 也可以是 這樣的 這才是我遇到真 真正喜歡人的感覺 嗯 他在以前可能遇到的女生 就是屬於就是 喔我對女生就應該是這樣 我女生就只要 漂亮 能帶出去 之類的 他沒有去想過說 真正去 喜歡一個人的 是什麼感覺 嗯 對 這是關於無真的部分 那 呃 呃 呂石的部分的話 是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受過創傷 所以他出了 出現了一個保護型人格 去保護他 原本的人格 那 那個保護型人格 叫Noah 喔 這非常的特別 對 兩人之間然後是用靈魂在 救護下 救護來放大 就是一個互補的 一個故事的感覺 因為我們 無邪的slogan就是 我愛你不是因為你是誰 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誰 喔 對就是 在你真正喜歡的面前 你可以 做你自己 是 最棒的愛情 這樣子看下來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無邪有四位 角色嘛 對不對 那剛剛講的這兩位角色 那 另外這對CP 這兩位人物是 怎麼樣的個性 呃 這個兩個就是 這兩個會比較屬於 就是讓大家期待一下 喔 我先講一下湯聚哲 他就是跟無真是合夥 他們是合夥人 他們一起 對他們是合夥人 他們是原本就 認識的 合夥人這樣子 那其實我就覺得 一開始看到謝导 就覺得很年輕嘛 那 其實在構思這樣子的故事之前呢 就是 你們有沒有想說 欸 那樣子的心境啊 還有為什麼想要拍攝 這樣子的故事給大家 那種初衷是什麼 就是像你剛剛講的 呃 可能想要帶給大家 不一樣的 就是必有台劇的那種感覺嗎 還是說 你自己是一個 有什麼樣的奇心動念 然後去拍攝這樣子的電影 去拍攝這樣子的必有台劇 呃 最主要當然是 對於這個 比爾文化的 長久以來的 關注跟喜歡 對 然後 其實看久了 你一定自己一定會 每個夫女應該都自己都會有 自己想講的故事 對 應該也有 我們卸導 雖然看起來很年輕 可是跟我一樣也是入坑 入坑 十年以上的 就是 哇 所以我們剛剛在就是戲外呢 就是我們在開拍之前 就聊很久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婦女呢 就是 我們這個行業已經看很久的人 然後來拍這樣子的故事 就是你的初衷 就是會跟一般人不一樣 想要 跳脫一般的框架 然後去拍攝這樣的主題嗎 就是 呃 因為自己喜歡 所以可能 也會 有一個 構思已久的故事 對 會有一個就是一個那個畫面 覺得說 我心目中的功應該是怎麼樣 我心目中的瘦應該是怎麼樣 我的理想型 對對對 每個婦女應該都有自己的理想型 有一些人喜歡女王公 欸 女王公什麼 女王獸 女王獸 現在也有女王公 然後有些人可能喜歡 澳嬌獸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每個人內心會有 理想的CP 有沒有 專業術語都出來了 對 CP人設 所以 所以我就一直也有自己想要的故事 所以就 嗯 這個故事也是有想了大概 一兩年 然後慢慢去 成型 當然中間有 經過一些修改啊 什麼的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去把它 成型 喔所以這個故事 其實是導演想出來的 寫出來的 對 也是自己寫的 真的很厲害欸 等於說他就是編劇 然後劇本也是他寫的 然後還要倒這部片 這樣子 對就是 這是一個很龐大的公司 對 非常的不得了 謝謝大家就是前期對無邪的支持 對我們前導片的支持 然後也謝謝所有就是 參與我們 就是 粉絲 嗯 無邪在從籌備到現在 大概也 快一年了 所以就是 嗯 這一路來的心路歷程 是真的 一個 蠻特別的感受 而且 加上我能把我 自己 喜歡的 貝爾文化 帶到自己的作品裡面 是真的 能再呈現給大家 就是 會覺得其實蠻開心的 然後也希望說 大家在看完 無邪之後呢 如果能有 對人生有 不一樣的想法 或不一樣的共鳴的話 其實是 我做這部劇的 嗯 算是最大的成果 對 然後也很希望如果說 大家看完有什麼心得 可以再都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我們呢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謝導 跟我們分享無邪這部劇 非常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 BL 台劇會有一個 新的天花板的領域 因為畢竟是 融合我們的 台灣的 傳統藝術 然後還有這樣子的 靈魂救贖的一個 BL之間的故事 我 個人是會非常的期待 那最後呢 我們也要謝謝我們的 就是 謝導呢 有偷偷的 為我們的小豆腐呢 準備一個福利 那也就是 我們這個 無邪的公開活動的 VIP券 那之後呢 我們的無邪 他也會做一個 就是有對外公開給粉絲的 一個特別的活動 那這個部分呢 就要先賣個官司 就是先不跟大家講 但是我這個頻道呢 會抽三組這樣子的 VIP券給大家 一組就是一人抽獎 然後兩人同行 所以呢 就是抽獎的 詳細規則方式呢 就是看下方的資訊欄 那我們再一次就是 最後謝謝我們的 謝導 謝謝VIKI 對 好那我們就 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你幹嘛不穿衣服 你有沒有 多的衣服給我穿 可以嗎 等一下 別話不餓 對 是怎麼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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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真的是用心留给粉丝福利的支持我们的没有 怕就是被露出来就黄标了 我先这样子一下